11月2日消息,据台湾媒体报道,欧帝前妻郑云灿,近日被拍到与25岁男性陈浩森同回家中,两人前后走进家中后,直到深夜也没见到出门,第二天又一起吃早餐,可能还是很担心被拍到,郑云灿不时的到饭馆门口巡视,两人把用餐的座位也刻意显在了饭店最里面,似乎不想太明显的同框。 据台湾媒称,两人在吃早餐时还一度消失,没想到却是来到饭馆后方交谈,照片中能够看到他们坐在一起的同框照,台湾媒称不过算下时间,两人已经在一起搭半天,推测他们或许是前阵浓食,不知道欧帝的前妻对此恋情绯闻会否回应呢? 就在8月4日,欧帝宣布与曾宇,欧帝宣布与郑云灿离婚,曾经过6年多的磨合沟通,很遗憾两人没办法找到更好的相处之道。 已经办完了离婚手续,和平分开是我们想到的最好方式,对孩子对彼此,世上多一对怨偶,不如多两个可以给更多爱的爸妈。